大家好,欢迎收看《恶梦阿姨》,我是Jay 三不五时都会买张呱呱乐和彩券的我 每次都觉得天啊,我有可能要变疯了 但往往都是奖落他人手,羡慕别人秒变有钱人 对此却有专家表示,没中大奖反而是幸运的 相信大家一定都买过彩券,也做过发财梦 甚至在加码奖金的时候更愿意大排长龙就为了买一个希望 希望自己能一夜致富,过上财富自由的人生 但不是每一位投奖得主的人生都是过好过爽的 事实上,得奖后如何生活成了许多投奖得主最难跨越的一道关卡 根据美国青少年金融教育赋能机构统计资料显示 因为有70%乐透得主最后都落得破产的下场 而最主要的理由都是挥霍无度 甚至有些大奖得主获奖后过得更是悲惨的人生 毕竟第一次得到上亿的巨款的第一个反应都是不知所措 对于如何管理跟运用奖金也没有具体的概念 对他们而言只知道自己得到很多的钱 忽略理财的重要性 开始撒钱买豪宅,换名车,频繁出国旅游或采购精品级高单价的物品 开始出入高级餐厅和俱乐部,享受着豪奢的生活 一直持续挥霍无度的结果就是在短短三到五年内破产 甚至已经习惯花钱不干价格的生活 在破产后无法回归平凡人生 不劳而获更容易让人失去理智 其实有很多例子告诉我们在中投奖后真的要谨慎分配财物 否则难以回归中两钱的生活 国外有些幸运人在中奖后遇到被杀害、破产等下场 令人不禁怀疑中彩票未必是一件好事 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货车司机中奖后于2006年被谋杀 这名司机亚伯拉罕中了3100万美金的巨奖 两年后一名女子迪迪摩尔表示想为他写字传 于是开始接近亚伯拉罕之后 两人逐渐发展成男女朋友 在2009年女方家属报警求助 声称迪迪摩尔失踪 家属表示最后一次看见亚伯拉罕已经是半年前的事情了 随后亚伯拉罕被发现躺落在朋友家中的后花园正式死亡 男友的奖金而杀害他 于是拘捕迪迪摩尔最终被判一级谋杀和终身监禁 在英国有一名最年轻的彩票投奖得主卡丽罗杰斯 在16岁时中了彩票的投奖 获得180万的英镑奖金 中奖后他天天开派对吸毒周游列国 挥霍无度的他还花钱做龙修手术 经常送名贵的礼物给家人和朋友 当时他是一对子女的单亲妈妈 儿子布莱克患有脑瘫 可惜卡丽罗杰斯将奖金以全数花光 无法让儿子接受更好的治疗 令他后悔不已 英国伦敦一对夫妻 71岁的柯林和62岁的克里斯丁 于2011年幸运中了约新台币 61.4亿元的巨额奖金 当时两人开心庆祝 柯林兴奋的亲吻克里斯丁 开心的抱在一起 展现出好感情 没想到却传出已经爆出离婚的消息 结束长达38年的婚姻关系 据报道两人感情其实早已破裂 分居一年多 当地居民表示 自从夫妻两众大奖后 柯林时常独自参加 帕迪克足球俱乐部的活动 而克里斯丁则是投身于慈善活动 两人鲜少同时露面 在2019年4月时 夫妻两曾共同发布一则声明 希望大众尊重他们的隐私 更有媒体发现在2018年8月时 柯林把名下价值约新台币 1.14亿元的房子送给了克里斯丁 但克里斯丁随即将房子出售 柯林另外购买了一栋价值约 新台币5700万元的海滨房屋 两人的亲朋好友表示 其实两人早已分道扬镳 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邻居们也都知道 两人的婚姻已举步为奸 对于两人一起度过38年的风风雨雨 却在中奖报复后分道扬镳 都感到非常的遗憾 除了以上的例子还有一些得奖主 在领到巨额奖金后 却过着比重奖前更悲惨的人生 来自英国的迈可尔卡罗尔 在19岁时买了一张乐透彩票 赢得970万英镑的奖金 原本可以衣食无忧的他 采用10年的时间就挥霍一空 如今他只是一个伐木工 送货员跟挖煤工 另一名来自新泽西州的 玛丽亚当斯 于1985年赢得了新泽西州的乐透大奖 接着在第二年再度中投奖 总共获得了540多万美元的奖金 中奖后他开始赌博并做起了生意 直到2012年 他就败光所有的家产 变得一无所有 而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廉波斯特三世 中了1620万的乐透 中奖之后 女友向他要了30%的奖金 剩下的钱他买飞机过上奢侈的生活 并结了七次婚 败光家产后 只能靠领取救济金来生活享年66岁 于1961年 25岁的维维安赢得500万的奖金 但仅仅4年内 他就花光了所有的钱 后来迫于生计 维维安成为一名脱衣五娘 期间他多次被送入精神病院 据见过他的人表示 他当时已经患有炎症的痴呆症 一名来自德州的比利鲍勃 中了3100万的乐透大奖 没想到中奖后 一堆没联络的远情都来了 而比利也不知道如何分配这笔财富 他却不断满足别人的要求 结果不到20个月 比利就因为过度绝望和沮丧而自杀 据外媒报道 有四位美国乐透得主的下场 也相当的凄惨 有得主染上毒瘾 孤独病死 甚至犯下多次抢银行入狱 还有人差点被暗杀 来自肯塔基州的大卫爱德华兹 于2001年 买了一张强力求财券 赢得了2700万美金 原先失业又住在爸妈家的大卫 从此开始疯狂消费 像是砸钱买豪车 私人飞机以及豪宅 更夸张的是 对生意一窍不通的他 竟收购光鲜公司和豪车出租公司 甚至培养搜集的兴趣 四处购入珍贵的藏品 由于大卫的挥霍无度 很快就陷入债务危机 他和妻子还染上了毒瘾 多次因持有毒品被捕 加上他共用针头染上了肝炎 以及其他的疾病 58岁时孤独离世 另外于1998年 在洛杉矶担任保全的吉姆 购买超级乐透赢得1900万美金 一夕之间晋升千万富豪 吉姆疯狂买下蓝宝杰尼 兵力和保时捷等豪车 同时在犹他州 砸下100万美金 添购海滨别墅和豪宅 甚至花钱找F1赛车世界冠军 安德烈地比划车技 变成富豪的日子里 吉姆天天享乐 但妻子却因吉姆花钱的方式感到失望 两人闹上法庭 吉姆被分走一半的财产 甚至染上海洛因毒品 每周花1000块美金买毒 最后沦落到住在有人家里的车库 由于毒瘾发作 吉姆甚至抢劫银行买毒 自称成功犯案11次 2018年被判33个月有期徒刑 吉姆于2020年出狱后表示 希望把自称经历写成传记 呼吁世人要引以为戒 来自佛州的托斯在1990年 靠财券赢得1300万美金 他和妻子罗胆一夜致富 也是开始狂买奢侈品 过着环游世界的有钱人生活 托斯还曾与川普 欧普拉等名人见面 可惜不懂理财的他 把大部分奖金花在赌博上 曾在拉斯维加斯入住 每晚要价1000块美金的饭店 长达三个月 不懂妥善处理税务的托斯 最后被控税务诈欺 急欠政府250万美金的质纳金 他与妻子二度宣告破产 由于缴不起电费 夫妻俩只好住在 必须倚靠延长线 安装在汽车引擎上 发电的破屋里 过往的富有日子 仿佛梦一场 没想到在税务 诈欺案开庭的前几天 托斯心脏并发身亡 于2008年过世享受60岁 而妻子最终被判有罪入狱两年 都说前四脚 人两脚 怎么绝得赢钱呢 在好运降临的这一刻 是否应该好好理财规划 把人生过得更多财多资呢 大家都想财富自由 都想一夜致富 那大家有想过 若今天中头奖的是自己 你会过上什么样的日子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对这次聊的事件 有没有其他看法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也不要忘了帮我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是J我们下次见 大碗